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1145个爱的故事呈现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举办这个颁奖典礼 让我们的小朋友也现场发表了他们的得奖的感言 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彰化县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好城市 必须从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来做起 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我们也推广了333的活动 家庭333 我们希望每个家庭至少每天跟我们家庭的成员拥抱三次 那听大家能够倾诉心声三分钟 那并且陪伴做家事或是做功课30分钟 那我相信每个人如果能够做到爱家333 家庭333 就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们一起来努力 卓县长表示联合国把每年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 希望透过家庭日推广让世界各个国家的家庭都能拥抱幸福 彰化县家庭教育中心推动 真爱家庭以爱传家收藏家庭中的真爱故事图文争选活动 以图文方式描绘温馨有爱的家庭故事 使学生和家人能借由活动找到共同回忆 进而乐意主动学习爱家行动 达到人人真爱家庭的目标 这幅画主要是在描写我的家 那我只是把我们家庭和乐的感觉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还蛮缺少的感觉 我想表现给他们知道 然后叫他们说要珍惜父母 珍惜自己的家人 其实蛮开心的 国中因为没有参加这种活动 所以高中突然参加这种活动还得奖 很开心 此次参赛作品非常踊跃 共有1145件作品参加征选 得奖作品355件 并由卓县长表扬获奖学生 会中并展示得奖学生作品 让学生表达出对家庭的真爱 发掘家庭温馨的一面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道